前直排省队大战大学校队,省队让了两分还能赢吗? 平时的验证,平时是让三分的,这个小人老师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铃堂,我们今天开场猛看传告是玉华的比赛 这是中山平下举群的一场对抗赛 第一次拿了一分,蓝队拿了两分,现在是关线的第四季 蒙哥以前是远广级组队的,本组是20个人 视频中红细服的总是满达熊,他是前广系蓬蓬球队的,很测试他让了对手两分 而蒙哥上的对手是徐玉华,他是深圳大学校队的主力选手 还是20岁啊,生大的,深圳大学的队员 徐玉华一个比较漂亮的高打赛下争一分,打了对手一个正手控的 今天徐玉华的滑球很隐蔽,这球是投了一个整球 蒙哥上虽然救了一会儿,但是质量并不高 蒙哥上虽然救了一会儿,但是质量并不高 蒙哥上虽然比较冲投的打面自拍打法 他的防守身以推挡为主,很打扬的比较少 感觉今天徐玉华也是早有准备,特别是发球方面针对了对手的正手辣扎 这场比赛是中场比赛集训的一个部分,汇集了中场证明的评论队防守 我刚刚选一个凡漂亮的借力推挡,是要这一把,他的这个推挡是很有进行性的 把攻击我变成,能够在评论阁上走 对,这场比赛能什么办法呢,我们在评论阁定会均匀 就会冻 最后一个这排选手 龚哥虽然在前两盘的掌握套路很高 看之前能不能够保护出来 虚玉华胜以西比白蓝赛了第二局 现在是橘盆2比0的先 这次称一下目前的情况来看 上方的一个实力发挥是比较接近 龚鱼站了两分他同时都比较被动 虚玉华胜是第三局5比2的先 这局也是他的下点局 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 每天的状态都不一样 如果他进行挑战的话也可以 取罪过来 我们中三 刀死 龚鱼华一个非常骗人的 这一分今天他要求的是 从对手的这首任务都破了 最后摄取玉华3比1 他送到一分之后 好